饮食安全、健康资源 以下的健康常识 是由波士顿公共卫生疾病管理局 和华人医务中心联合陆制 注意饮食卫生 防止细菌滋生 避免病从口入 确保家人健康 妈,可否和我拿稳计过来 是 妈,上来 怎么样 好 给我拿这个去 好 好 我先去煮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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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发烧 下午到现在一直肚饿 小孩子都病了 今天早上开始哭了一天 一直在肚饿 你先去吃饭 然后快去休息 今天来这里做什么 有什么不舒服啊你们 我先生从昨天开始发烧 我先生从昨天开始发烧肚饿 他今天要向餐馆请假来还医务中心看病 你们这几天吃了什么 我通常都是吃我们家煮的东西 例如米饭和鸡肉 家里哪个煮饭呢 妈妈 请问家里还有哪个生病呢 我小孩子从昨天开始就哭了一天 而且还有发烧和肚饿 你先生和小朋友都同时肚饿 很可能是吃了家里食物引起的胃腸炎 你们想想有没有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好像没有煮熟或者被细菌感染的食物 我会请公共卫生护士和你们联系 看看可不可以找出什么原因 好吗 没问题关医生 多谢你 我先生有没有发工 下个月房租怎么办 你好 我是乌姑娘 我是波士顿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中心的护士 如果吃了些没有处理好或者没有煮熟的食物 好像蛋类和肉类很容易病的 准备食物时要注意关键几点 好像冷藏清洁隔离和烹饪 多谢我会照你的方法去处理食物的 冷藏最重要的是要马上把买回来的食物 例如生鸡放入冰箱 而且最好把肉类放在冰箱底层 以避免肉汁滴到其他食物 在超市购买食物时 记得检查有效日期和包装是否有损坏 冰箱里面的东西应该保持整齐清洁 清洁 上完厕所一定要用肥皂和温水好好洗手 正确洗手方法是 用足够的肥皂 确定搓手足20秒 再用干净的毛巾擦手 洗砧板刀叉和抹布时 一定要用清洁剂 再用另外一条干净的毛巾 洗擦砧板和刀叉 隔壁 生育肉汁通常有很多细菌 生育和它的肉汁一定要和熟食分开 家里最好准备两种砧板 一个切生食 一个切熟食和蔬果 煮食 冷冻食品一定要放在冰箱解冻 千万不要放在外面室温下解冻 如果你想要快一点解冻 可以用微波炉 煮饭时 确保食物有煮到一定的温度 而且要煮熟 不要中断煮饭程序 马上把淨饭淨送放入冰箱 不要放在室温下超过4小时 因为这样很容易滋生细菌 应注意这些食物的处理过程 可确保全家健康 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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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